大家好,我是Hebe 今天會繼續來到一些商場 可能是你平時小時候去開的 又或者是其中一個在鬧市旺區 被應用為已經荒廢棄置的商場 我們先去旺角看了 很多觀眾都跟我說 可以帶我去街旺逛逛嗎? 我印象中很多店舖 一點都不是一個死場 不過怎樣也好,我們先去看看 好,來到街旺 街旺有地庫,有一樓、二樓 有一上的 我們先去看看 一上到來就有一堆Figure 是的,如果買Figure,買這些 一定要來街旺 因為街旺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不一定可以來買,或者可以來看 這一層商場不是很大 你進去就很快 一、兩間店舖 都是賣Figure、公仔 如果你是愛好者 應該就很熟 再上來二樓就開始有小許不同 但比下面一樓空間會大一點 店舖會多一點 有魔術的店舖 有些賣精品 禮物很專門 有 Lego 也有很多玩具來賣 如果你是玩具賣 或者有草Figure 玩模型的話 街旺是不會陌生的 你經常都會來 我自己會走地庫多 上面就相對少走 但從來我覺得這個地方都沒怎樣死過 下去去去都很多東西走 很多店舖 好像沒見過這裡太安靜 我真的沒怎樣見過 碟店舖 碟店舖 這裡有CD舖 我們現在下地庫看看 如果是上面三層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 那間店舖 很少 超級少 一落到來有這間 這間是窒座 都是這麼多年來走開的 這麼多年來都沒變 都是這些 這裡有些老闆 叫我看看那邊的店舖 我們剛剛聊了一段 他們說那邊可能會多一些店舖 又真的 地庫這裡 這個店舖是6800座 這邊就死得多一點 那邊就沒事 以前這間店舖是否連著這間還是這間 所以這間 租出去就有這一個 但現在這間 收拾了 所以這個玻璃窗 廚窗就沒有了 平時都放滿高達的那些 真的 這邊是真的 為什麼呢 這間又收拾了 B10、B11 扔住兩間 掛斷了 這間 是不是最近才轉的呢 以前是賣的那些 很厲害的 好像成的博物館一樣 但現在又收拾了 地庫是多了少少吉舖的 老闆們都說 相對的事是靜一點 但我宏觀點看 上面1、2、3樓都 都不是說很多吉舖 可能一路做開屬客 又或者 都還有很多的人 去光顧支持他們 那這個就是看街旺的情況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現在這個時勢經濟這麼差 接著我們過來看看 這邊是仙達 走側門要進去 仙達高峰時 iPhone炒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好生意 現在又糟糕了 店舖都很被動 就見你好生意 然後業主就說 哎呀 加租加租 說真的 你過了炒賣熱潮 租金不停泵上去的時候 就做不住了 但都已經發現 有不少吉舖 平時我很喜歡上網看新出的電影劇 但很多時候香港沒得優先看到 甚至乎我看不到 其實VPN是可以幫到手的 我今天其中推薦一個 就叫做Surfshark VPN 對我來說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容易上手 非常簡單的介面 Windows、MacOS、Android或iOS 不同的平台它都支援得到 而且性價比極高 每個都只是17分 目前它提供超過3000多個服務器 保證你選擇一個你想要的國家 其中它有一個最重要的特色就是 不管你訂閱了哪個方案都好 連線裝置的數量都是沒有上限 所以無論你付多少錢都好 不管你家人的所有裝置都可以一起使用 它雖然沒有提供免費使用 但它就有30天的貸款保證 現在只要在以下的網址訂購Surfshark VPN 用Hebe Face的優惠碼 有17折的優惠加3個月免費使用之外 在6月1號到7月4日期間 訂購Surfshark VPN 還會有防毒功能附送 我猜3樓的情況可能會嚴重一點 3樓普遍不是賣電話科技產品 剩下的 有2、3間程序在用品牌 除此之外好像不止 但逛逛逛逛基本上沒什麼人流 可能很多人做網上生意 亦有些店舖都沒有開 原來這裡不止2、3間 好像有4、5、6間 可能7間 都是成人玩家園 3樓重災區 基本上不接近電梯的店舖 很多都要麼沒有開 要麼一間店舖 現在都已經黃昏6時多了 這個時間來到這裡 仍然沒什麼人流 有什麼好拍呢 很漂亮 如果你看 剛才看到這些 客人這麼大聲說話 細小心臟 嗨嗨嗨嗨嗨嗨嗨 如果是普通2樓的店舖 3,500元就有了 1樓的店舖便宜到5,000多元租就有了 地下的位置都是萬多元 但可惜而言之 高峰的時候 可能數字是兩倍三倍的 地下的店舖可能租5萬元也有了 租金的價值已經回落了很多很多 主眼我們要過來左敦的左敦廣場 一個就被譽為已經荒廢了 雕空了很久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成為了大家一路以來 說的荒廢的死場商場 這個在外場看過去 是全部看不到 裡面有什麼店舖 是已經全部收拾了 商場外面是有個鐘 這個鐘已經停了 據說四樓外的鐘 下面有個金屬的物品 裡面有六個超人 時不時以往都會彈出來 這些是網上的資料 但現在就已經是不會運作了 外場你看到 以前有什麼左敦火鍋 開過什麼按摩 桑拿那些 但裡面一看下去就看不到有什麼 商場外有個廣告版 這個廣告版在左邊和右邊看 不同視覺看到不同東西 而我在右邊就看到 應該是有一個叫做通話店 那個熱線電話是8032666 是七個號碼 層面就位置於左敦廣場的地下 現在地下是找不到通話店的店 地下大堂就除了有樓梯 地下還有一間地產店 地產店長期都沒有人 旁邊有兩部升降機 這兩部升降機已經擺置了一些雜物 是停電的 升降機是不會開得著的 所以亦都沒有到一樓或以上的樓層 已經變成了一個荒廢之地 在這裏 我去經過雀會才可以上去的 這裏就是左敦廣場上來 卡住在這裏就去不了 但怎麼看都應該是一個荒廢了的地方 雖然你看到上面似乎 應該還有二樓、三樓、四樓、五樓的 但去到這裏 其實一樓就卡住在一閘裡 就進不了去了 所以就算看到樓梯上去 都不知道上面有些甚麼 總之這個商場全部都應該是沒事的 現在是結業的 你看到地下滿地垃圾 看看歷史的資料 就有很多不同的店舖 在過去的十年裏租過出去 但每一間都做不長 就結業的 這個地方就成為了 在城市在鬧市裏面的一個 Google Map都找不到的地方 就是不知道做甚麼的 鬧市裏面荒廢的一個廣場 非常遺憾 不可以帶大家看到裡面的東西 只能夠看到這裏 這個商場的大堂 就是一堆欠款通知書 就是租戶或業主要付的管理費 但這些錢已經是2015年 差到2022年 都還未找到 我相信應該都不會找到 有一點可惜的 關於這個佐敦廣場 因為沒辦法看到一樓以上的 二樓、三樓、四樓、五樓的情況 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這場已經是 上面是一間店舖都沒有 鬧市裏面有一個這樣的商場 都是我覺得很可惜的 地理位置其實不錯 可能是一些外牆或裡面的設施殘舊 但我相信其實也可以維修 一定是 當中有些獨立的因素去看 令牆壁就死了 今天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美中有不足的地方 但也起碼給我了解和接觸到 鬧市的一個這樣的商場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面留言幫我聽你的看法 我們影片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